林元副议员则是针对远景在取缔长者五兆驾驶时候 是否能够更柔性的劝导方式来执法 以及集合式住宅或社区在停车空间的使用上 经常私自设立车棚而影响居民的权益 权责单位是否能够更有效的规范来进行劝导民众 不要私自设置停车为车棚等设施 警方执法是否有更好的方式 县议员林元副在定期大会上 对于警方在取缔长者的交通违规事件上 是否有更恰当的处理方式 与陷阱局局长进行咨询 我听他说 他说他在等红绿灯 警察过来要跟他开单 他说警察大人 我没有闯红灯我在白线内 我犯了什么错 警察说 我就是抓你无照驾驶 屏厨长 家里的长者 阿嬷 给远景 他没有交通违规 而且好像就是 可能早就知道他没有无照驾驶吧 那其实无照驾驶 现在拿这边大会谈 好像也不太恰当 可是他那句话 远景的回答那句话 有时候 你听了有什么感觉啊 75岁的老人 应该要有哪些 规定跟注意事项 其实75岁以后 他交通违规的一些事件 要如何降低 还有75岁以后老人 应如何强化 这个我们宣导短篇 让老人知道 哪些 亦发生的 交通事件 都是跟老人有关的 那再来 原副蛮在意就是 基层远景 在执行勤务的时候 真的希望在态度上 言语上 要注意 有时候面对老人家 讲话口气 真的要稍微尊重一下 也希望 我们花园局长 李世民 他也讲了 基层开单业绩 是没有绩效 没有压力的 那其实他是可以 开劝导单的 那我针对 针对这个 基安乡有85岁阿嬷 来跟原副成情 那我也希望 跟局长喊话 那执行的面向 有很多种 原景可以 面对社区一些 这个 这个边缘户 关怀户 都伸出援手 提供物资 提供关怀 那针对老人家 你为何不能到他家 跟他提醒 阿嬷 你年月大了 这台自动车 不能再乘了 跟你拜託 为你好 你应该要 換什么电动车 应该是用这样子 好言相劝 来苦口活心的 来跟阿嬷 来归劝才对 而不是直接 很强硬的态度 我就是要跟你开单 那这样 那再来就是 原副还想讲的就是 全民住宅 这个 这个 停车的乱象 那很多 住户 他们都 施设这个 车棚架 那 越来越多 十多顶的车棚 那 林长 林长反应 村民反应 那可是基层原警 他 他 他 无能为力 那我也请 请民俗长 姚中民俗长 是否能够 能够来办个联合会刊 来一并解决 他也认为警方在执行取缔时 在执行前 如果知道长者无照驾驶 就应该在他骑车外出前进行劝导 才不会延伸出后续的无照驾驶问题 记者凌桀 华林寺 采访我到